经过三天一共是十一轮投票 美国国会众议院仍未能选出议长 将会休会至美国时间的星期五中午 即是香港时间的明天继续投票 在第十一轮投票中 仍然是没有候选人能够取得当选的 所需的最低票数即是218票 被视为热门议长人选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在党内强硬派反对之下只能够取得200票 至于民主党众议员杰弗里斯就位置有212票 在之前两天的六轮投票失败后 共和党人就着他们的内部分歧作进一步谈判 据称对子的双方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妥协 但是要成功达成共识 选出议长还有一段距离 另一方面在十轮投票失败之后 议长选举投票进入到第十一轮的时候 法罗里达州众议员马特·盖茨 再次提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作为议长 在星期四较早前所进行过的四轮投票中 盖茨有两次提名给特朗普 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议长必须由众议院议员出任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众议院议长选举发生在1859年 当时一共进行了44轮投票 历时两个月才选出议长